幫我分給朋友 謝謝謝謝 謝謝喔 掰掰 哈囉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你對死刑的影片 那我對死刑的一題的看法 我都有寫得很清楚 交代在我的書裡面喔 而且你不是有拍影片 說我對死刑怎麼樣 你應該很清楚啊 你覺得拉回去一分鐘要剪什麼 是不是又要來斷章取歷 我沒有斷章取歷 你都有直播有什麼好斷章取歷 那你有本事的話 你把我剛剛完完整整 從第一秒到最後秒 放上網路不要剪抖音 做得到嗎 我的影片只有一分鐘可以放 看你的影片只有一分鐘可以放 如果可以一整個放得好 我沒問題啊 羅志強的幕僚今天在這邊不基礎 就是要回去又剪抖音 然後又要把苗博亞講的話 掐頭去尾 舉中間幾句話 不要愚弄選民 你是政治幕僚 對自己的要求不能這麼低 幫我分給朋友 謝謝謝謝 謝謝喔 掰掰 哈囉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你對死刑的一題 那我對死刑的一題的看法 我都有寫得很清楚 交代在我的書裡面喔 而且你不是有拍影片 說我對死刑怎麼樣 你應該很清楚啊 像現在 你為什麼要明知顧問呢 你想要錄什麼樣的影片呢 你對於死刑犯 希望把它改成無期徒刑 來來來 你知道台灣無期徒刑是說 沒有終身監禁 來同學來 死刑犯是不是 那你認不認從死刑犯 就是從監獄方轉 你會知道這個問題就好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讓我講話 沒問題你說 我已經問完了 來來來同學 你知道台灣的無期徒刑 要幾年才可以假釋嗎 呃 規定是25年以上 可是現在 近年來平均變成13年 你可以上網查 這個網路上都有資料 這是我網路上查的 你知道我們修法改成25年 才可以假釋 這個是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 修法修改 在之前 國民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十年就可以假釋了 是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把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提高 是 所以你來 你讓我講 你剛剛講的那個十幾年的數字 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假釋門檻很短的時候 所累積出來的 現在 現在所有的無期徒刑 都要25年以上 才可以假釋 這是第一點 我希望你可以把法條搞清楚 第二點 你在網路上 拍了差不多 超過20支 冒我的影片 現在來這裡 莊路人 明知故問 我覺得你的心境 非常奇怪 剛好遇到 既然遇到 我就想說 當面可以問你這個問題 我的直播 把我在哪裡的位置 都公開透明 告訴大家 一個在網路上面 羅志強的幕僚 在這邊 不是 我真的剛好住附近 我剛好住附近 然後剛好遇到 來各位 這位同學 他的影片 在羅志強的頻道上 上傳了不知道多少支 羅志強的幕僚 在這邊 莊路人 說遇到我 沒有莊路人 我是剛好遇到 我光明磊落一點 我真的是經過 然後剛好遇到 你就想說 可以當面問你這個事情 再來 你書沒有讀通 書沒有讀透 書沒有讀透 再回去把法條弄清楚 不要拿以前 還沒修法前的舊資料 來混淆修法之後 我問你一個無期讀書上幾年 可以假釋 我第一時間就回答你 我說法規上面是寫25年 但是你講後面的數字是錯的 沒有 這個是網路上的資料 網路上寫說近年來 平均13年就可以假釋出 我是問你說 那你認不認同 死刑犯可以 各位同學 你認不認同殺人犯可以從監獄放出來 各位同學 你認不認同這句話 你回答我這句話 要在監獄服刑啊 那你認不認同 他可以假釋出獄啊 殺人犯要在監獄服刑啊 你認不認同 殺人犯可以從假 可以用假釋 從監獄放出來 來各位 我講一個案例 你有聽過鄧如文殺夫案嗎 沒有 好 謝謝我告訴你 鄧如文殺夫案呢 是一個女性 她長期受到家庭暴力 因此有一天呢 她 她在她丈夫睡夢中的時候 殺了她的丈夫 是 她跟她丈夫會結婚 基本的原因是因為 一開始她的丈夫 強制性交 對她強制性交 是 在以前古老的觀念裡面 她的家人 把她嫁給了她的丈夫 在這樣子的案件裡面 按照法律 這個鄧如文 就是你剛才問我的殺人犯 請問你覺得她要不要關到死 不是那不一樣的事情嗎 像現在 不一樣的事情 哪裡不一樣 像今天的新聞 像今天的新聞 有一個殺人犯 死在監獄裡面 就是去年10月死在監獄裡面 她的事件是 就是她失業 然後看了一個日本的小說 就說相信說殺人可以改運 這件事情也是罪證卻曹 那最後沒有執行死刑 那這個所謂的罪證卻曹 你也覺得說 這個要把它拿來跟殺夫案來做比較 同學同學來 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你只問殺人犯三個字沒錯吧 我說好那我現在改問可不可以 罪證卻曹的殺人犯 罪證卻曹的殺人犯 可不可以從監獄 假釋出來 同學 鄧如文也是罪證卻曹的殺人犯 不一樣 你剛剛前面都講 你剛剛前面 謝謝 你剛剛前面都講了 他是因為有 有其他的原因造成 他是要殺這個人 可是剛剛前面那個沒有 我講的是說 他因為失業 然後看了這個小說 覺得說殺人可以改運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情境 那你認不認同 那你回答我 你認不認同這一個人 你認不認同這一個人嗎 你認不認同這一個人嗎 我剛剛講的因為失業 所以我相信 殺人可以改運 所以我就去殺人 這句話 你重複第三次了 那你 沒有你沒有回答我 你把它扯成跟另外一個案子 我在回答你啊 我說你回答這一個 那你覺得最正確的殺的人 來 羅志強的這位幕僚 我告訴你 我正要回答你的問題 是 你剛才問我的殺人犯 跟最正確的殺人犯 這兩句都適用在鄧如文案 所以你的問題並不精確 我現在告訴你 你剛剛舉出來那個案例 你不是也講了關鍵嗎 他是不是在監獄裡死了 他有被放出來嗎 不是 那他 他有沒有 他這樣沒有得到對等 那是因為 他就是因為就是 延遲了執行死刑 所以才最後在死在監獄 不是因為他 他無緣無故 就是因為用死 來 同學同學 我現在叫你同學呢 其實是對你很尊重啦 因為你根本就是羅志強的幕僚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 我是很誠懇的 在回答你的問題 你剛才的問題 從A轉到B轉到C 轉來轉去 顯示了 你完全沒有把你想要問的問題想清楚 我 但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問題 來 現在的法律 現在的法律 殺人罪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無期徒刑或死刑 是 所以按照案件的輕重程度不同 法官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判無期 或判死刑 對不對 你現在清楚 我們台灣的殺人案件 是有法官審判 還是有國民法官審判 我請教你 清不清楚 都有 現在是因為近期來 才有國民法官 錯 不是都有 現在的殺人重罪 都是國民法官審判的 不是都有 國民法官審判 我說從以前的案件是都有 最近才有國民法官 是不是這幾年才有國民法官 同學 所以國民法官的審判 六個國民法官 加上三個職業法官 已經把國民對於法律的感情 放到考量裡面去了 如果今天法律上存在有死刑 而國民法官都認為要判死刑 那按照法律 這個案件就會被判死刑 可是判了沒有執行 就是因為你一直覺得說 會有所謂的冤獄 同學 同學你看你的問題 從A轉到B轉到C 每一條你都沒有搞清楚 然後呢你試圖再講新的 來反駁我的時候 我會發現你根本不懂法條是什麼 台灣審慎執行死刑的政策 你知道依據是什麼嗎 請說你從頭到尾講到底 依據就是兩公約施刑法 兩公約施刑法是誰執政的時候制定的 不是你現在要把它怪到馬英九身上 不是我不是怪到馬英九 我跟你講法就法論法 法律問題你就準備好 再來跟我討論法律的專業 你是羅志強的幕僚 但是你的專長不應該只有拍抖音 你應該要自我要求要經濟 沒有我講了 剛從頭到尾我講的都是 你要做一個好的 是你說我都從A轉到B轉到C轉到D 你也是都從A直接跳到C轉到B 我是很誠懇的再回答你的問題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死刑犯就是 好那沒關係我講的確定 不然你等一下又說 你等一下又說我只講一部分講的不清楚 我就說就是所謂罪證確實 就是不像你講的有特殊案例 你剛剛講說因為他老公對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同學同學 對不合常理的事情 那我們先定義一下 你講的罪證確實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像剛剛前面講的 我剛剛講的說今天的那篇新聞說 他去年死在監獄的那位人士 是因為他失業 然後覺得說殺人 他看了小說殺人可以改運 這他殺了好幾條人命 這都是有證據 有實質證據 他是也不否認 他最後也在法庭前面說 承認自己的罪證 那這就是罪證確實 他也是殺了好幾個人 那你覺得這不應該一命抵一命 一命抵好多命 那你覺得這個還是不能判死刑 因為你主張的廢詞就是 你主張廢詞就是 同學同學 同學 死刑不是我判的也不是你判的 沒有沒有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死刑是法官決定的 我問你的是你的裡面 你覺得說應不應該 沒有你都會回答我說那個是法官的決定 那你覺得說 那你告訴我你主張廢詞的原因嗎 你覺得他怎麼去一分鐘要剪什麼 你覺得他回去一分鐘要剪什麼 是不是又要來斷章曲 我沒有斷章曲 你都有直播有什麼好斷章曲 不要剪抖音 你做得到嗎 沒問題啊 羅志強的幕僚今天在這邊不基礎 就是要回去又剪抖音 然後又要把苗波亞講的話 掐頭去尾 舉重念幾句話 不要愚弄選民 你是政治幕僚 對自己的要求不能這麼低 欺騙選民不是選舉的正當方法 是誰欺騙選民 我哪裡有剪 請問下 來去羅志強的頻道 看這個 看這位同學 在羅志強的頻道上 上傳了多少掐頭去尾 要來污衊苗波亞 我有剪你的影片嗎 各位 我有剪你的影片嗎 這位羅志強的幕僚 現在在這邊假裝他是一個路人 我覺得這已經不夠光明磊落 我 然後再來 我 謝謝 我就住在大漢區 我不能經過這 大家都有聽到 你剛剛問我的問題 從第一題 你問我殺人犯 是不是都應該處死 轉到後來已經變成什麼 我沒有殺人犯都應該處死 我說我剛剛前面講 你也沒有殺人犯應該處死 我剛剛講的是說 你也沒有殺人犯應該處死 就是罪證卻少 我剛剛前面講的很多便 我剛剛前面講的很多便 鄧如文也是最正確找啊 他就是有殺他老公啊 他也承認啊 你剛剛講的就已經特算了 好來 同學 你的特殊 跟在場所有的特殊一樣嗎 你的標準跟在場所有的標準一樣嗎 不是 就像你 你還在了人家 你才會有什麼好物 你還會對嗎 哪製造空